它的毒性已经超过了所有的食品添加剂 被列入到了黑名单 但是它换了个名字 却依然出现在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 这个东西家家都在吃 基本上无疑幸免 它就是反噬脂肪酸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强调 反噬脂肪酸是致命的化学物质 它每年至少导致50万人去世 最可悲的是 它却一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今天先说一下它的危害 再来说说它都藏在哪些食物里 如果人体正常摄入脂肪 7天内就可以代谢出去 但是反噬脂肪酸的代谢周期 至少超过两个月 今天吃的东西还没有排出来 明天后天又再吃 就容易堆积在体内 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儿童吃多了容易影响大脑发育 记忆力下降造成儿童的痴呆 明确的说 这个东西对人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只要吃了就一定会影响健康 但是现在食品工业高速发展 又离不开它 于是商家们开始给它改头换面 以各种好听的名字显示在配料表里 比如说带可可汁 植物奶油 植物黄油 奶精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反式脂肪酸的代名词 下面这个图列举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记不住的可以收藏一下 那么它主要藏在哪些食品里呢 根据报告显示 主要是烘焙食品 糖果 炸土豆食品 一些即食食品 还有几类我们也给大家总结在下图当中了 如果记不住可以保存下来 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健康没了 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咱们的了 大家说对吗 最后提醒大家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您吃的生抽老抽 很可能根本就不算酱油 注意看这个配料表 古安酸钠是味精 山梨酸甲是防腐剂 成胃和甘酸二钠是比鸡精还要很十倍的增鲜剂 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勾兑的 不知道您是否记得咱们小时候 拿着酱油瓶去小卖部打的那种酱油 放的时间长了 它上面会长一层白毛 而且炒菜稍微加一点就很像 因为这些酱油里没有色素 没有防腐剂 更没有各种香精 真正的酱油价格昂贵吗 很多人都说是吃不起 但其实不是吃不起 而是你买不到 在四川绵羊的中霸酱油 1828年的时候 道光皇帝为他亲笔提名中霸酱油四个字 随后这瓶来自四川的酱油就成了贡品 如今却门可罗雀 变成了没落的民族企业 即使在这个高科技添加剂纵横的时代 配料表纯正 零添加 只有大豆 小麦和口模 口模特别选用张家口的塞外蘑菇 口模的作用 能让酱油味道更加鲜美 更有小时候 纯正老酱油的口感 能够看到这里的朋友 强烈建议 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 拍上一单 回家吃一吃 看看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 我相信你吃过一定会再次回购的 好